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卷桌遊 我是大卷 今天很高興來到布萊梅 我今天要介紹的遊戲是FUNCOVERSE 它是個十歲以上二到四人的遊戲 FUNCO 它其實是一家非常有名的娃娃公司 它專門做各自各樣的公仔 你會看到就是像這樣子的 它這一次跨足了桌遊 在這一次的產品之中我們會有這四隻 圓伏女 嗯 圓伏蝦 嗯 小丑女 嗯 小丑 配件的部分有計分用的寶石 四隻玩偶 以及兩個跟班 還有角色的角色卡 以及一些特殊的狀態卡跟物品 還有一些其他的Token 以及骰子 還有一個就是冷卻錶 以及最後的也是一個圖板 遊戲是兩方戰鬥的對戰遊戲 詳細的規則會由於場地的不同而有所改變 那今天我會教大家所有的基本行動 在輪到玩家的時候他可以選擇一隻英雄來啟動 啟動完他就會把它蓋上去 表示他這一回合不能再做動作了 一個英雄的啟動他有兩個行動 你可以移動你的角色兩格 斜的也可以 移動的限制是什麼呢 移動不能穿越障礙物 障礙物是這些非常明顯的 藍色邊框的東西 我今天如果在這 我沒辦法穿過來 走在這裡 斜角到這 可不可以呢 把兩個點 中間畫一條直線 你會看到穿越了這個藍色的牆 所以這是不行的 你在對手的附近 你就可以進行挑戰 或是有些Token在旁邊 你也可以進行挑戰喔 最基本的挑戰會塞兩顆塞子 每一個這個都是攻擊方的成功 這個 則是視為三個成功 所以現在四個成功 防禦方呢 也會塞子 每一點這個 都是一點防禦 每一點這個 都是三點防禦 當今天平手的狀況下 手臂方會獲勝 今天防禦方輸掉的情況下呢 他會倒地 如果倒地之後 再被挑戰 就會直接被打出局 會把角色直接放在 技術格一的位置 我的隊友在旁邊 如果是倒地的狀況 我可以只花一個行動 來把它重新站起來 當玩家是倒地的 他必須花兩個行動 來站起來 互動則是看遊戲的規則 會有詳細的介紹 所以這以上就是我們全部 基本的動作 特殊的動作 我們則會參考角色上面的特殊能力 例如說這個 他可以直接飛過去 他說在視線以內的三格 如果有敵人 他可以直接 跑到他的下臨位置 來做一個挑戰2 每個角色 一開始都會有拿取對應的Token 例如說他是一個紅 一個藍 那如果同一隊裡面 有紅色的Token 是可以共用的喔 所以如果兩個紅色 我可以做這個 又馬上做這個 例如說我們做這個藍色的 我們會把它放到數字3 這樣表示我施放了這個技能 然後就可以直接飛過來 然後做一個挑戰2 每一輪 也就是所有角色都移動完 我們會把所有的Token 往下回來 等於是在冷卻時間 那等到1 再下去就可以拿回來 又可以重新使用這個技能囉 每一個角色上面的技能 都相當的不一樣 是可以深刻去了解的 至於剛剛被提出場的角色 如果在1的位置 再回合結束 也會回到場地上喔 這個公仔非常的可愛 你會看到裡面的細節 非常非常的詳細 甚至連這個 蝙蝠俠的這個Boomerang 都是可以拿在別的角色的手上的喔 這款遊戲的設計 雖然是 都會有很多規則 但它其實相當的精簡 是適合第一次玩作 就可以嘗試的人喔 下一次的介紹 會介紹這個遊戲的擴充 會有分別不同的主題 想要知道更多更新的遊戲資訊 請關注我們的頻道 我是大卷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